今年总台春晚第一次 把分会场设在了新疆喀什 结合喀什的地域特点 导演组今年也是将 很多春晚的第一次 带到了新疆喀什 时间景是喀什分会场 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 因为时差的原因 喀什的天黑时间 将近到晚上八点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让舞台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导演组通过一套预演系统 在白天也能调试晚上的 灯光舞美效果 同时还可以通过 观众的角度 导播的角度 来实时调整舞台上的 呈现效果 人质很多的节目设计 和准备工作的 也大大的节省了时间 和提升了我们的 节目的创牌效率 为了营造更加立体的 舞台效果 导演组结合这次 喀什分会场的节目特点 设计了生活至上的 节目主题 这个想法 源于导演组在一次采风中 发现当地维吾尔族 有在屋顶唱歌跳舞的习惯 导演组将这些元素收集 运用到整场晚会当中 这次春晚喀什分会场的舞台 不仅有大舞台 还有在民居楼顶上的小舞台 我们大大小舞台 加起来有十余个舞台 那么而且在每个舞台上 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利用 不同的空间的这种 这种镜头里的呈现跟展示 这次我们真的是打造了一个 递进式的一种观影的效果 让大家层层有惊喜 在今年的春晚喀什分会场中 导演组因地制宜将喀什古城建筑 和舞台虚实结合 不仅能让观众感受到 古城的生活气息 还能够通过现代的灯光舞美 将千年古城烘托得更加时尚 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观看体验 那么我们将用一种平行叙事的这种手法 带领观众从不同的维度来感受喀什 感受新疆的这种大美 然后人们的这种生活的美好 还有这种人民在歌在舞的热情 据了解 这次春晚喀什分会场的舞台 也是历年春晚分会场中 第一次将舞台留在了当地 让这座千年古城 随着春晚的举办迎来更多的游客 能感受到春晚分会场 为喀什带来的不同的变化 我在路上真是能感觉出来